这里有远近闻名的苹果股 整体的销售收入是8600多万 这里有百年历史的静宁烧鸡和静宁大饼 一道苹果股 一个新业态 当地的创业者们利用本地资源 开展农旅融合 获得财富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 甘肃平良市的静宁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间灯火辉煌 绿水青山相伴的苹果古景区 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除了凉爽惬意 还能感到啤酒节的热闹气氛 感觉很舒服 晚风吹着看着电影 特别舒服 人家感觉很惬意 老朋友好 阿姨好 你好 来这里几天了呢 两天 两天 两天啊 觉得好不好呢 在这里看电影 好 好 那么这一次准备在这边待多少天呢 在待着三四天 是地鼠的好地鼠 地鼠的好地方 那看着咱们这个漏天电影 喝着啤酒 对 享受吗 享受 经营人的夜生活 离不开地道美味 在处处充满苹果元素的啤酒广场上 游客们喝着清凉啤酒 吃着地道美食 欣赏精彩节目 感受着别样的夜生活 为了给游客们营造丰富多彩的 唱购唱玩之地 苹果股不断推出各种娱乐项目 逐步创建了一个繁华夜间经济 丰富百姓文化生活的新场所 新地标 在苹果股的啤酒节上呢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项目 那就是看电影 那么坐在山谷中 凉凉的微风吹过 非常的惬意 喝上一杯茶 吃上几瓣瓜子 非常好 也非常的舒适 那么就让我感觉到了 回到了七八十年代 在漏天看电影的那种场景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对人呢 生活得非常幸福 他们的幸福感是满满的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感谢观看 这里呢地处北纬35度 海拔为1630米 市域的温度 优质的土壤 造就了这里成为黄土高原 优生苹果最佳栽质区域 小苹果大产业 苹果股欢乐多 今天呢就让我带您走进 静宁人心中喜爱的苹果股 静宁县地处北纬35度 而且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口感新鲜的静宁苹果 这就是我们从主苹果的这个潮温处 是不是很冷 这一进来 温差好大呀 好冷 有点 确实有点凉 我们一般从主苹果是在零下一度到零下一度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库里面的温度是零下一度到零下二度 这进来之后确实跟外面的温差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你看到的这些苹果呢 是我们去年十月份在地球树上的这个苹果 虽然经过了将近九个月 九个月是从除 你看它的颜色还是新鲜如初 我给你尝一下一个 你尝一下这个苹果怎么样 像这个苹果呢 它上面有一层天然的果辣 天然的果辣 它不是农药也不是农药 然后把这个果辣 它所以之层有果辣 就进去苹果它有一个保护作用 你尝一下这个苹果和去年有什么变化 那我来给咱们体验一下 因为刚一进来的时候 除了冷之外呢 还有一股浓浓的苹果的香味 来我体验一下这个苹果怎么样 非常不错 它不仅呢汁多并且特别甜 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 吃上这么一口 刚从这个冰窖里拿出来 这个苹果确实是特别的舒服 特别爽 那基尼苹果之所以能保持 它一年四季保持它新鲜度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它基尼苹果自身的品质好 因为是基尼海拔糕 海拔糕造成了基尼苹果的硬度高 第二个原因呢 是现在所有的从存储设备和从事设施比较先进 所以它一般的基尼苹果从这冷库里面 它是在零下一度到零下二度之间 所以它能保持一年四季的新鲜如初 基尼苹果采收下来之后呢 经过三个月之后呢 它会慢慢的有氧呼吸 它会经过三个月之后呢 它的这个成熟度会慢慢达到95%到98之间 所以它口感比刚栽下来之后呢 口感要好 按照一般来说呢 它是在冲结前后口感是最好的 先进的保鲜技术 让静宁苹果四季飘香 也让苹果品牌的溢价能力得到了逐步提升 企业和百姓的收入自然也增加了 现如今 苹果种植成为了当地走向富裕的支柱产业 现在像经济苹果 现在已经错过了 已经过了销售高分期 现在几库容就剩下了百分之五 那咱们这个库容总量是多大呢 我们的库容呢 总量是1.6万斗 1.6万斗 那就是说可以储存1.6万斗的这个苹果是吧 那目前咱们这个储存的苹果有多少呢 现在我们的目前的苹果 就剩下10万斤 大概就是个500斗左右 我们一直能持续供到9月中旬左右 9月中旬左右 那咱们现在这个公司的收益是怎样的呢 21年呢 我们公司呢 总体是收购了5300多栋苹果 我们整体的销售收入呢 是8600多万 近年来 近宁县当地政府依托苹果品牌 深入挖掘苹果文化 打造35度苹果谷景区 苹果谷景区占地35平方公里 景区依托原有的绿水青山 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资源 将苹果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 打造及苹果产业乡村旅游 生态休闲为一体的休闲农业观光景区 成为游客在静宁的打卡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自己烤这吃香嘛 那是后面的也有你的家人吗 对对 他们都是 哦 都是啊 小朋友几岁了 四岁半 四岁半了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吗 是 是的 那你手上吃的这个是什么呢 烤串 谁帮你烤的呢 是爸爸 叔叔烤的 那好吃吗 好吃啊 从哪过来的呢 从刚才经常 经常过来的 几个小时的路程呢 六个多小时了 那为什么会来静宁呢 亲戚在这边 觉得这边也挺好的 那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苹果谷呢 对 也是今天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呢 挺好的 挺好的 自助烧烤 是苹果谷景区内 深受游客欢迎的 一个休闲娱乐项目 但有意思的是 苹果几乎是所有游客 必点的一道烧烤食材 苹果是经常吃 但是这烤苹果还是头一回吃 其实呢 此时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先来尝一下 这个烤苹果的味道 到底是怎样的呢 特别的甜 尝一下这个 果肉又是怎样的味道呢 甜 酥 糯 非常的好吃 比一般的苹果呢 都甜的多 上面还有百合 百合也特别的脆 并且有苹果的香味在里面 非常不错 我看咱们这个自助烧烤 生意特别火爆 对对对 那除了自助烧烤 还有什么呢 咱们还有那个烤苹果 有锡纸烧烤 还有暖锅 农家暖锅 那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呢 那最好的也就是烤苹果 烤苹果 一个卖多少钱呢 一个卖18块钱 那咱们这个游客主要集中在 哪一个时间段呢 下午四五点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是比较多的 人比较多 那咱们一天的收入怎么样呢 收入的话 淡季是两三千 到旺季的话能达到五六千 在苹果古景区 除了烧烤 游客们还能吃到 当地传统的特色美食 他们在直播呢 看一下 哈喽美女 你们好 正在直播呢 是不是 哈喽大家好 跟咱们的粉丝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咱们现在这个粉丝有多少呢 两千多粉丝 新号 刚开播吗 8点多 今天是8点多才开的 今天8点多开的 咱们这个我看卖的是 金烧鸡是吧 那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咱们介绍一下 咱们烧鸡主要分为 线上跟线下两种 线上的主要有两种 保质期是 两个月的 45美支 还有保质期是 五天的 42美支 然后线下的 主要是新鲜的 当天的烧鸡当天卖 鸡爪鸡都有 那咱们这个线下的烧鸡 每支卖多少钱呢 41支 41支 每个价格都不一样 不一样 那咱们每天的销量是怎样 线上线下 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700来支 30几单 静宁烧鸡 亦称静宁鸡鸡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是甘肃省静宁县的 特色传统鸣小吃 静宁烧鸡鸡 鲜嫩味美 肉香味厚 有闻香千里外 味从鸡肉来的美称 这是我们清洗过的鸡 在这池子里面泡着的 你看 池子里是用水泡吗 用水 这是泡着水里面 是为了排酸 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这水是用紧水 紧水 水是咸的 泡着出来 煮着出来的味道就更好 那咱们要泡多长时间呢 泡12个小时 12个小时 你看这干净的 很湿的 那我们这边 这位大姐在做什么呢 这位大姐是她的 为定型 定型 这个木块 就是专门为了 定型 它就定型 就出来好看 煮出来 烧鸡就不会塌 是吧 行 这就还是好入味 也好入味 传统的静宁烧鸡 并不是烧制的 而是卤出来的 它是配以丁香 当归 大香 桂皮等中药材为作料 以手工按摩的方式 使之渗透至肌肉内部 然后进行卤制 烹制时 先熬糖汁 勾兑卤汤 整只鸡入锅后 闻火慢炖 四个小时后 出锅的静宁烧鸡 肉质饱满 色泽油红透亮 风味浓郁十足 好 张大哥 咱们这一盆的料 有多少斤呢 有20斤 20斤 那咱们煮一锅 要用几斤呢 一共用两斤 两斤 那一锅是多少只 十锅的料 这是 十锅的料 那一锅是煮多少只鸡呢 几四十只 四十只 等于就是 两斤的料 可以煮四十只鸡 四十只烧鸡 那咱们这个配料是有多少种 有十八种 十八种 那么最精华的是哪种呢 最精华的就是个大香 大香 好 这就是咱们烧鸡的灵魂所在了 最主要的了 张大哥 我看咱们这位大姐呢 正在加炭 那为什么要用炭火来烧呢 炭火炉的烧鸡是瘦锐均勻 那咱们这个炭火一般烧多长时间呢 烧四个多小时 四个多小时 那就是一直烧四个小时 这个炭火是一次性加构的 在中途再不加火 先是大火烧开 最后随着炭的温度 它就慢慢火慢慢下降 它就慢慢到最后 就一直焖着 就再不用加炭了 起锅 现在这个流程呢 就是咱们这个烧鸡起锅了 起锅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压的 压的东西 这是毙子 毙子 江大哥 咱们这一锅 大概煮了多少个烧鸡 四十几个 那咱们这个起锅完成之后呢 它后面的流程都是怎样的呢 先把这个上面在这 刷油刷一下 刷油是吧 这样就是让咱们这个烧鸡的色泽度 看起来更好一些 把油刷一下 刷油 那去捞 捞出来 捞起来 捞起来去 把油全部刷上 热油刷上 全部360度的 全部都要刷上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近年来 静宁县当地政府 助力静宁烧鸡产业发展 通过电商平台 多模式 多渠道 将静宁烧鸡 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的静宁烧鸡 已经不仅仅是当地的一味美食 一种技艺 更是带动现域经济发展壮大的一门产业 就你背个鸡腿 你尝一下 好 刚出锅的最好吃 让我们品尝一下 这个烧鸡到底新鲜出炉的味道是如何呢 到家里就说的 嗯 好大一口 首先吃的这个烧鸡呢 感觉它是咸香的味道 但是又不说不上特别咸 嗯 还有咱们这个原生态的鸡的这个香味在里面 嗯 非常好吃 并且呢 看着上面刚刷了一层油 但是吃起来呢 并不觉得油腻 非常的爽口 为了更好地推广 静宁的传统美食文化 苹果谷用心地为游客提供 最具当地特色的美食 大姐啊 我看咱们正卖的是金宁大饼是不是啊 嗯 金宁大饼 那这一个多少钱呢 十二块钱 一个卖十二块钱 咱们一天能做多少呢 做一百多个吧 一百多个 这样不都卖完了吗 一十个卖完了 一十个卖完了 那一天能收入怎么样呢 收入还好 一天能赚多少钱 一百个卖一千万嘛 一千二 嗯 我能尝一个吗 尝 你帮我背一块 行 你帮我背一块 我看着 可以给你背一块啊 嗯嗯 还挺香的 尝一下 随便随便你挑一个 尝一下啊 随便你点一个 这个 这个都行 都行啊 嗯嗯嗯 哇 全我们一大块 咱们这个大姐太实诚了 太大了 我稍微少闹一点点啊 尝一下 嗯 都吃飞吧 掰起来就感觉这个 你看 皮特别脆 来我尝一下 嗯 特别的酥脆 嗯 甜甜的 这个是甜的吗 糖的吗 嗯 这个是糖的 并且呢 还有这个麦香的味道 非常不错 静宁大饼 又名锅盔 是静宁县特有的 传统面食小吃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 与风味 闻名于世 静宁大饼 外形成圆盘形 有大小之分 大者如盾牌 小者如银盘 饼面 选有三道孤纹 饰有一串龙 一朵鸣 一枝花等花色图案 精致美观 静宁大饼 吃起来又酥又脆 甜美可口 而且 即使在炎热酷暑季节 也不亦发霉变质 据记载 在清朝同治年间 因静宁锅盔 精酒色形不变 气味醇香的特点 一度成为士兵的军粮 已被行军打仗之路 静宁大饼 从选料到加工成型 须经多道工序 将活好的面 用木杠子反复碾压 直到将面团 压成像绸子一样绵软 然后用刀切成 两斤多重的小块 再用杠子 竹块压成 细纹褶成月亮形的圆饼 最后上锅烤熟即可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 金银县35度苹果谷通过 两年的持续打造 我们照相影自了高空鞦韆 高空潮流 这样的大型项目 大概是九个 现在正处于旅游旺季 那么每天游客接待量 大概是五千人左右 节假日 每天大概是1.5万人左右 那么在近期的啤酒节的 招开下 我们每天的收入 大概是两到三万左右 一夜星百夜望 如今 静宁依托百万亩苹果基地 和静宁苹果品牌优势 着力打造休闲农业观光景区 推动静宁苹果产业 和旅游观光的深度融合 形成了一个 以苹果产业为核心 辐射一二三产业的 发展大格局 从而为当地百姓 开辟了一条 增收致富的美丽路径 目前全线苹果 种植面积 稳定在一百万米以上 去年的国费总产量 达到了八十六万栋 产值达到了四十九个亿 品牌价值达到了一百五十八点 九五亿元 同时我们依托苹果这一优势产业 劫持接二连三 全力开发 带动了精神加工 颠上五流 文化旅游等 产业的蓬勃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